好,接下来我们看1.3的部分 地球上的水循环 所谓的水循环 你会看到天空为什么会下雨 这水从哪里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 整个其实是来自于水循环 雨水的去向和来源 到底从哪里来呢 首先我们先看它雨水会去哪里 所以它雨水呢 它其实是有三个去向的 第一个呢 它可能是落在陆地上 那落在陆地上的话呢 它可能会在陆地的表面 形成叫地表浸流 流去海洋 所以你会看到水地呢 当然有时候从 在高山上往下流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这个河流了 河流然后呢变成水 溪流变大河 然后呢去到这个海洋 这些呢都是属于地表浸流 总是在陆地的表面流动的 我们就叫地表浸流了 OK 第二个呢就是 雨水落到地面 但是它又往地下渗进去 渗透进去 通过土壤 通过这个岩石的这个孔隙 流下去呢 变成了地下水 而地下水呢 有一些可能是被植物的吸收 有一些呢 也会储存在地底下 也有一些呢 变成了地下浸流呢 流回去海洋 河流和海洋 OK 所以呢 这个地下水来讲呢 又会有三种去处 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雨水呢 直接从地的地面的表面呢 直接蒸发掉 或者是由这个植物的叶子的蒸腾作用 也是蒸发的一种 OK 叶子的蒸腾作用呢 其实也是蒸发的一种 然后呢 回到去大气 OK 所以呢 这个图呢 你也可以看到 大气降水 就是我们所谓的下雨了 然后呢 渗透进去地下水了之后呢 也是会有形成 所谓的地下浸流流回去大海的 不过呢 这个也是少部分了 有一部分呢 是会这样子的 而再来这个 你就会想了 那水是液态的嘛 我们所谓的水是液态的 那它是 它在南极跟北极啊 这么冷的情况下呢 它可能又会是固态 对吧 这个是雪跟冰的情况呢 也是会有 水大部分是液态 但是呢 在很冷的时候呢 它会是固态的 然后在大气沉的时候呢 它就会是气态的了 对不对 这个是蒸发的时候 它就会在空气中里面 这个呢 就是气态的 那这个云呢 我们会看到 每次看到云呢 这个云是怎样形成的 大部分呢 基本上是这个气态的水 OK 去到了这个 很高的高空 然后遇到了一些灰尘 然后呢 就会有一个凝结核 让它可以 凝结成这个细小的水地 还有冰晶 就会所谓的 什么 是的 对对对 所以灰尘很重要 所以你就讲 如果我们的 有一些地方 它们真的是很难看到云的 当然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它的水分很少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灰尘很少 其实一定要有这个灰尘呢 它才可以 液化成小水地 所以才会有云 威力 总之是很小就对了 很小就对了 它是什么样的形态 我们不知道 总之是很小的颗粒物 我们都叫它灰尘了 它这个其实叫威尘 它不是叫灰尘 它们叫威尘和威力 固体威力 总之是要有这个威尘跟威力 它才可以变成云 然后呢 当它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飘在 总之为什么云呢 看到白色呢 它一定是小水滴来的 它不会是水蒸气 很多人很多人以为说 我们看到那个白色的烟 我们他们就觉得是水蒸气 然后呢 看到云也认为是水蒸气 其实我们只要有肉眼 可以看到是白色的 它一定是小水滴 所以这个概念你必须要懂 所以云其实也是 已经液化成小水滴了 它只是还不够 它还是可以飘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才凝聚的够大了 它就会下雨了 下雨为什么云就会变成深色 好问题啊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因为第一 它很厚 所以变成了上面 上面的光没有办法偷到去下去 所以变成了下面呢 就会是深色 第一点 因为它太厚了 第二点呢 它就开始重的时候呢 它就会往下降了 就变成它比较靠近我们了 所以为什么呢 每次就 你白色的云就不会下雨了 如果是乌云 我们讲乌云 它才会下 就是要有足够的厚度 就够重了 它才会下雨 所以为什么 看到乌云才是下雨 白云不会下雨 太阳雨 纯粹只是说 你的上空是乌云 但是那个太阳 在别处 没有被云遮到的一个地方 照射进来 还是有这样的情况 不过这个好像比较少 太阳雨的那个时间比较短 对对对 就是说它的云可能没有太多 可能就是在你的上空有云 然后但是 那个太阳的部分就没有云 而变成了它下太阳雨的时候 它那个雨水其实不会太多的 很厚很厚很多 你会看到整天 那个没有太阳了 我们差不多两三天都没有太阳 不过嘛 KL这边它的雨量没有太多 但是它基本上 它差不多那个云都已经 覆盖到完太阳都穿透不过了 这样子 OK 真的是冷气 我们 好像那几天 好像都是25度 早上都是 白天的时候 都是25度 晚上去到20度 这样子 哇 超超冷的 OK 好 对对我们来讲 我们这边没有水 我们可能就觉得很爽 但是你一想到人家 人家其他地方 真的是泡在水里面 你就 有点有点可怜 你讲空都很好 我有看一个朋友拍照 放上Facebook 他楼下全部淹完水 然后没有电 没有 他讲要出去买东西 又买不到 因为基本上 他车也是泡到水 然后也出不到去 他就讲从上面拍照 然后就讲 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的电话应该是没有电 不能charge电 没有电 整间家 那个电 没有办法过到 过到去 他的屋子 没有 这个基本上他的那个发电站那边 他会 detect 靠有 所以他就不会放电出来 不然的话呢 他一直持续放电 他那边他会亏很多钱 不只是危险 他那边也会亏很多钱 因为他那边要持续 放那个 基本上电死人可能就会被告了 所以他其实 人家那边会 detect 他们直接会停掉的 所以 那个也是一个 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OK 所以再来的就是水 云之后 下雨 我们叫下雨 在比较 proper的一个写法 我们叫降水 降水 然后整个水循环 你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直接看这个图就好了 其实呢 是蒸发变成了水蒸气 然后呢 再降水 有时候降在陆地 有时候降 直接降在海洋 降在陆地的话呢 我们有三个 途径呢 地表浸流 剩下去呢 地下的时候呢 有地下浸流 当然还有一些是直接蒸发的 水 地面直接蒸发 冰山那边其实也会 有一个叫凝滑的一个状况 然后地下浸流 这几个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 很compress的一个图 基本上呢 整个的一个水循环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 OK 那我们的水循环 其实就是不断地蒸发 不断地降水 不断地蒸发 不断地降水 就会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水 循环的过程呢 让我们的水的总量呢 一直都保持不变 所以我们的水 其实是一种 可再生的资源 所以在水 是算水的 只是说它有一些 它没有办法 没有参与这个水循环 因为它被冰着了 它的这个凝滑的部分 其实也是很少的量 所以变成了它的这个水循环的 那个cycle呢 可能就会停止 像这一边呢 像这一边 它就有讲到啦 我们的大气的水呢 会全部的水 更新到完 需要11天 那海水因为很多啊 所以它差不多要500年 它才可以更新完 地下水 因为它全部 会在地底下 关闭着 所以呢 它可能到100到1000年 然后才可以更新 然后当然这边 它没有提到的是 那个冰川啊 冰库 冰的那一边啊 OK 所以这个是水循环的一个 重点 然后要 修建水库啊 挖掘这个运河啊 砍伐树林啊 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 这些气候的变化 也会造成这个 水循环的影响 什么 雪为什么会白色 雪为什么会是白色 Good question 你自己去想一下 OK 当然你可以去观察下你的冰 就冰 有时候它是透明的 有时候就不懂可能结构上的关系 造成它是白色 OK Anson要吃饭了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我会给你们那个 1.3的部分的那个 Google form 回去做 我们下个礼拜再讨论 谢谢 今天 没有什么事 我看你 但是我看你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